现在社会利器是很重的 是很重的你知不知道 你看这个楼多高 跟我有关系吗 这里已经很远了 家河旺岗了 这个楼还卖五万多 我他妈一个年轻人我买你妈逼呀 买 我是你妈我生下来就为了这个逼房子吗 没有这个逼房子 我怎么结婚我怎么生活我怎么找老婆 你妈我活着干嘛 我活着你妈连畜生都不如 妈的天天就拿这些逼东西去压抑着我们 然后那些漂亮女人 就跟着那些有钱人跑了 就因为他们提前买了房子 他们有资源有权利 那我们呢我们是狗都不如的东西 今天发生这种撞车事件 没什么好说的 我觉得撞错人了 就这么简单 我真的不想说我们活着已经很累很累了 可是没有人会会理解我们 就好比我们现在还有什么赚钱渠道 你叫我们底层有什么赚钱渠道 除了打工 保护以外还有什么赚钱渠道 那我是人 我有正常的信誉 有正常的交往的需求 那我这些需求全部都被压抑着 那我还算是个人吗 我自杀算了 我真希望那些撞的人是我 把我撞死的最好 谁要撞人呢 提前跟我预约一下 那我还能够